传说中的太岁是什么?我们经常听到老话说,别在太岁头上动土,如今市面上太岁的价格高得令人折舌,这让人不禁好奇,太岁为何能以如此高昂的价格售出,难道它真的有奇效?这里是知识天梯。 太岁在中国民间的记载中可谓突朔迷离,早在唐代的博物类笔记小说《有阳杂组》中就曾记载过这一奇物,有一个名叫王丰的人胆子特别大,从不信太岁头上动土的忌讳。 有一天,王丰决定在太岁头上挖坑,他刨开泥土,发现了一坡肉块竟然大如牛,而且还在蠕动着。 王丰感到恐惧,匆忙将坑填满,但神奇的是,随着填土,那肉块竟然开始在坑中生长。 王丰惊慌失措,丢下一切,匆匆逃离现场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,经过一夜,那肉块奇迹般的长满了王丰家的庭院。 几天后,王丰的兄弟奴仆相继离奇暴毙,只有他的女儿幸存。 这段颇具奇幻色彩的故事让人不寒而栗,也让人对太岁这个神秘存在充满了好奇与恐惧。 而在现代,关于发现太岁的报道仍然层出不穷,各地都有人声称找到了这种神秘的生物。 2015年3月份,辽宁东港市长安镇村民王承德在山上意外获得了一颗重达140斤的太岁。 这颗硕大的太岁被乡民们视为珍奇宝物,半年内已经售出了其中的60斤,每斤的平均价格高达1万元。 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,共同点就是,太岁的价格堪称惊人,从50斤的太岁估价上百万,发展到10万元一克,是黄金价格的200倍之多。 10万元一克的太岁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品,为什么太岁会卖到如此高的价格,而且竟然还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花上百万,买这么一团不明物体? 首先,太岁很罕见,在自然界中的发现本就不容易,加之其神秘的外观,愈发引起人们对她的好奇。 当然了,民间对太岁的信仰和传说功效也是导致其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,长久以来太岁在民间的定位那可是不亚于长生不老药的仙药。 在很多人心里,太岁具有神奇的功效,可以驱邪避灾,延年益寿,甚至有些人相信喝了肉灵脂泡的水,腰不酸了,腿不疼了,甚至可以治疗重大疾病。 因此,种种原因使得太岁成为市场上的强首货,迷离的身世使其跳脱出了普通中药材的范畴,供不应求的情况导致了其价格的飙升。 那太岁究竟是什么?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吗? 2005年,中山大学教授从内蒙古农民张永平手中得到了一份珍贵的太岁样本,在实验室中被切割过的样本竟然会愈合生长。 与此同时,西北大学生物系的两位教授也对这块太岁的样本进行了研究。 在他们看来,太岁并非传说中的神仙奇药,而是一种古老的原生生物体,属于粘菌复合体的一种。 它的形态多样,常见的包括肉状、胶状等不同类型。 这些太岁主要生长在湿润的土壤、水源边、石头和深层次的土壤中。 他们发现,太岁有高度抗腐化性物质,可以在食品防腐剂领域发挥重要作用。 此外,太岁还可以通过吸收有机制和腐制制自身复制,在医药领域有重大科研价值。 2020年5月,中科院发表了针对太岁的最新研究。 科学家们取得了7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太岁样本,并对其进行检测分析。 结果显示,太岁的蛋白质含量较低,其中含有的微生物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真菌和细菌。 科学家们认为,太岁的形成时间能够追溯到地质年代白厄纪,是地球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生物活体标本之一。 太岁生长的环境对其具有重要影响,它与细菌、酵母菌、黴菌、包子等微生物相互依存,以纤维素、脊丁素和甲壳质为营养来源。 但由于太岁的成分复杂,以及其稀有的性质,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完全揭示太岁的真相。 因此,关于太岁的存在作用和药效,在生物学界依然存在争议。 随着太岁的真实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被揭开,众人也有了清晰的认识。 太岁作为一种粘菌复合体,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证实其有特殊的药用价值。 如此看来,太岁并非万灵药,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,也不具有神秘的疗效。 不仅如此,太岁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也增加了其使用的风险。 由于生长环境可能附着有其他有毒或有害物质,使用太岁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 就连中国太岁收藏协会的专家也表示过,由于复合年均个体之间就有较大的差异,出于安全考虑, 这太岁还是作为收藏和研究的对象比较好,轻易不可实用。 不过,对太岁的深入探索有助于理解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,也能让人类对自然界有新的认识。 因此,科学家们研究太岁的脚步并不会就此驻足。 支持天梯,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,我们下期再见。